在上节课呢 我们一起学习了 我们安卓和弗拉特 它之间的通信的一个机制 以及在我们安卓的那个实现 在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结合几个实例 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几个实例 来巩固一下我们上节课的理论知识 以及教大家如何实现这些相关的通信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初始化弗拉特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在初始化 加载弗拉特模块的时候 比如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 我们native怎么向大的传递数据的 我们在这里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传递这样的一个接课类型的数据 然后呢我们跳转的时候 我们弗拉特的端号 可以接收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在华特API里面 它提供了一个什么呢 它提供了一个unit root 这样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用于我们在创建什么时候 我们在创建FlutterView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置这样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我们设置完成之后 然后就可以传递到我们的DAT端 在DAT端里面我们就可以通过 UI包里面的这个window对象 它里面的这个default的rootname 这个成员变量 来拿到这样的一个native端号所传来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也就是传递到一个处始化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实现 在这里哈 在我们安卓代号我们提供了一个main activity 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里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会调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会启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flutterapp activity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设置了一个intent 在intent里面我们设置这样一个参数 然后呢它会打开我们这样的一个flutterapp 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intent里面 我们取得上一个页面 传来的这个参数 最终哈我们需要达这个上面效果 我们需要将那个参数传递到我们的dat上 也就是说在出传达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参数网给它传递过去 那怎么传递呢哈 我们就借助了哈 我们之前所讲那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就是可以通过createview flutter上这样的一个类里面的createview哈 或者是createview 或者是createfragment两种方式 运选其一哈都可以为了设置一个什么呢 设置一个initrouter这样的一个参数 然后呢将这个参数呢传递到我们的dat端 这就是哈我们做什么呢 在初始化的时候向dat传递参数的一种方式 我们将参数传递过去了 那么dat端怎么接收呢 我们来看一下dat端的接收 dat端哈 要接收到这样的一个参数的话哈 初始化参数 首先它要导入这样的一个UI的包 这包导入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UI包里面的window 那window里面有一个defaultroutername 这样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在初始化 我们flutter这个模块的时候哈 所传递过来的这个initrouter这样的一个参数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实例哈 它具体实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实例 第二个实例是什么 是native到dat的一个通信 也就是我们native如何主动的向dat端号发送消息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实例 这样的一个演示里面的一样 在这里哈我们提供了两种方式 一个是借助我们的营门的channel 另外一个借助了我们的一个base message channel 我们分别通过两种不同的channel 来向我们flutter端 也就是我们的dat端号来发送消息 接下来我们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也就是借助不同的channel 来向dat端号发送这个消息 另外dat端号又能够回复这个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实现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用到了一个营门的channel 还有一个base的message channel 我们首先来看我们这个营门的channel的一个实现 首先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个营门的channel的plugin 这个plugin我们让它实现了一个什么 实现了一个steam handler steam handler就是用于这个营门的channel来接收 dat端号所注册的这个监听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plugin用于监听我们dat端号所传来的这个消息 也传来这个注册的这个监听 如果dat端号有注册这个监听的时候 当我们需要向dat端号发送消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传递这个监听的时候 到第二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它是传的具体的一个内容 消息内容可以是个参数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callback 我们将这个callback保存起来 作为当前类的一个成员变量 然后当我们需要向dat端号发送消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成员变量 调用它的4个size 然后调用它的adr 调用它的其他的方法 来向dat端号发送这个消息 这个场景呢 是一种持续通信 主要是用于我们natu端 我们安卓端号主动向dat端号发送消息的这种场景 比如说我们向dat端号通知我们手机电链的变化 网络的连接的变化 图了一等一些传感器的这种方式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的端的实现 在大的端的话 我们要使用任何的迁动 我们首先需要导入这个service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在初始化我们这个游门的迁动的时候 我们所传递的这个迁动的名字 要和我们native端要保持一致 我们这个名字要一一对应 不然的话它俩无法进行匹配 也就是无法进行通信了 因为管道和管道之间 它之间要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标识进行匹配的 这样的发送单和接约端之间 才能进行匹配 然后呢我们在大的端 我们签的勾勒好之后 然后在init state的时候 我们通过它的receive per card receiver 然后呢给natal端传递这个123 然后呢我们又注册了这样的一个监听 当native端发送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大的端号又收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回调 在这里我们可以具体这个数据的回调 也我们的hallow和我们其他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说 它没有回复 没有对我们这个消息的回复 大家看到哈 当我们这里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它是void的 也就是没有任何回复的 也就是无法进行回复 这里也是哈 我们收到这个linson的时候 我们只能保存这个隐文的 然后当我们需要发动消息的时候 才能进行调用它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base message channel的这个实现 base message channel哈 在安卓端的实现 首先回到我们的my activity里面 然后呢我们调整到flat的app activity 然后在这里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reget的位置哈 我们构造了一个什么呢 构造了一个base message channel plugin 在这plugin里面哈 我们首先哈在这里 初始化了一个message channel 然后呢给它设置了一个 我们的消息处理器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channel哈 我们这样一个plugin 它既可以向大的端号发送消息 也可以哈 接受大的端号发来的消息 在这里哈我们让它实现了一个message的handler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set了这个message的handler 然后这个message的handler回掉的时候 会回掉的我们这个onmessage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消息 同时呢我们可以调用后面这个callback 对这个消息进行回复 然后当我们上这个大的发送消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channel的send方法 进行发送消息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message channel的实现 我们这个message channel plugin哈 它这个语节的位置哈 和其他的channel语节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里哈我们构造了一个message channel plugin 然后呢给它设置了一个message channel的handler message channel的callbackhandler哈 然后这个handler是我们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在这里哈当大的端号 调用我们安卓端的代码的时候 以及方法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回调 在这里我们根据哈 大的端传来的不同的方法 我们调用迷端端不同的方法 然后进行不同的处理 然后呢在这里哈我们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show test show test呢这里哈会获取到当前的activity 我们这个flutview哈 在传递这个flutview的时候 我们会获取到这个flutview的get content 将它转换activity 然后呢在这里哈我们就可以这个activity哈 如果这个activity它是show message哈 它的实力的话哈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哈通过它哈 我们展示这样的消息 我们呢flutapp activity它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接口 所以说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flutapp activity 来展示这样的一个消息 展示这个消息呢我们是通过这个UI press center来实现的 UI press center哈是在我们这个uncreate里面 勾到的一个类这个类是什么呢 这个类其实就是对我们的UI的哈一个封装 对我们这些UI的封装我们看哈 在我们这个界面里面 上面这些部分哈是我们安卓的native部分的代码的一个实现 也就是安卓的view 然后下面这些蓝色的这些区域哈是大的部分代码的一个实现 上面是native下面是dat是flutter 所以说我们这个UI press center它就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实现 我们看它里面的item哈 这里面呢我们放了一个什么哈 我们放了两个单选按钮 用于选择哈我们不同的channel也就是用我们不同的channel来发送消息 然后呢我们放了一个testview哈 收到的消息哈会在这里进行展示 另外呢我们设置一个输入框哈 用于输入向我们大头端要发送的消息 这样的一个输入框 这样一来哈我们输入框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 会通过我们这个press center 然后通过这个ontest的清几号来触发什么呢 触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我们这个接口是什么呢 这里哈我们在触手画道的时候哈我们传递了一个flutterapp activity 所以说哈我们在activity里面哈它里面实现了这个send message 所以说在press center里面哈它这里面调用这个send message的时候 这里哈传递了它使用哪一个channel进行发送这个消息 所以说哈我们在这个app activity里面哈 我们就可以调用对应的channel的plugin哈 来发送这个消息 这就是哈我们安卓端的一个实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的端哈 大的端哈我们之前讲到了 在这里哈我们创建了三个channel的一个实例 然后呢在这里哈我们有触发各个channel 接下来哈通过断点哈我们来调试一下 我们channel哈之前消息是怎么流转的 首先哈需要关闭我们的app 然后呢在dat端哈我们点击这个flutterattach 然后呢我们再启动我们的app 接下来呢我们点击安卓端的哈 接下来呢我们点击安卓端的哈 这样的一个态势debug 选择我们这样的一个进程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打个断点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打个断点 我们在这里也打开断点 这个时候哈我们native哈 向这个大的端哈来发送消息 这个时候哈当我们触发了这个输入框的时候哈 这里哈会收到一个回调 这个回调是当我们输入框里面文字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isomessage哈 来通过它的这个接口 sindemessage接口哈 来向我们这个activite来发送消息 我们activite因为实现了这个接口 所以说它这里会有个回调 然后呢这里哈他有传递了一个是否使用有名的channel 这里哈传递的是不使用有名的channel 所以说哈我们下面接下来他走的是下面这个case 这个case里面啊我们使用base message channel 来发送消息 base message channel发送消息哈 接下来我们把断点放开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调试便进入到了我们大的部分的代码 我们大的部分代码哈 我们之前有为我们这个base message channel 设置一个message handle了 所以说我们的收到我们native部分啊 传来的这样的一个message这个1 接下来大家注意了哈 我们往下走 这里哈我们向native有回传这个消息 告诉他我们收到了这样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看来native代码这个实践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回调 我们在这里打个断点 这个时候哈 当我们放开我们大的端哈这个代码的时候哈我们会向native有端哈发送这个消息 然后呢 我们native有端会收到我们大的端的这个回复 我们放开 这个时候哈我们native有端哈便收到了大的端发带的消息 他告诉我们哈 他收到了我们native有端的这个消息一 这就是哈 整个哈 整个我们安卓向我们data发送消息 以及大端回复消息 以及大端向native端发送消息啊 我们native端回复消息 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流转的过程 以上哈便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大家哈在学习这一课的过程中哈 可以结合我为大家哈进行准备的哈 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案例哈 来巩固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另外哈大家在学习这课的过程中哈 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课程右边进行留言 我看到留言之后我给大家进行及时的检查 这下一个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嘢い里面 大家可以去导致